小狗到家 你该做哪些事 刚到家要清断食 当天只喝水 不给它吃东西 防止它到梦生环境身体不适 准备笼子要笼咬 狗狗是学居动物 小空间更让它有安全感 如果它叫或者哼起 找块布 把笼子给它盖起来 然后千万不要训练它这训练它那 你俩要先承养亲和关系 你想把你从妈妈身边拐过来了 到家接着训练 大哭小叫的 它还以为你是狗饭子呢 前一周要多陪它玩 多抚摸它 合理的头位 让小狗记住你的名字 幼犬时期 狗狗是憋不住尿的 你要多带它下去上厕所 到狗狗两个月以后 可以开始训练它定点大小便了 用一个围栏 引导它从笼子自己走进围栏 然后在它上完厕所的时候 给它奖励 就这么简单 每天重复重复 慢慢它就回了 就这么点事 不要一副 如林大堤的样子 放平心态 你的狗狗就能茁壮成长了 多叽就 飞心态